凤林政公所在建英公园举办两位老师 训职45周年追思会 5号上午包括两位老师的家属 镇长萧文龙 镇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各里里长各校校长及同学都前来参加 镇长萧文龙表示 感谢两位老师立下牺牲奉献的典范 更感谢前建设处长郑明星 协助建英路和建英桥改建 让两位老师的余印照亮凤林 民国66年带纳台风过境 三星国小任教的张建邓英英老师 为了教学涉嫌过稀 无奈溪水湍急 瞬间遭洪水冲散 结果张建邓英英老师不幸逆避训职 今日追思会上遗嘱希望 学址能够更加感谢师长的教育之恩 其免长大之后能够回报社会 另外整个建英路建英公园 建英桥的旧桥的长廊等等 这些美化增进我们地方的经济建设 以及文化的传承 这又是要向代表主席 还有我们镇长 致上最高的敬意 最后我请代表家属 非常感谢与会的师长 与会的同学 那也希望我父亲跟邓老师的精神 给孩子们一个学习的榜样 就是要做好本分学习的工作 不要辜负了家人师长 还有社会给我们国家未来动良的期望 镇长肖文龙表示 从上任之后就积极争取经费 改善建英路建英大桥 在时任县府建设处长的邓明星 为邓一英老师的包兄 协助奔走之下 终于完成了两大基础建设 镇长指出八年的任内 期待能够在建设过后的建英路 以及建英大桥 能够为凤林镇开创新的里程碑 邓一英老师的哥哥 我们邓明星处长的建议 就把这个新的桥把它做起来 新的桥做起来也是一个很有意义 这是一个两个老师的祈祷的样子 在保佑我们地方 那我想我们这样办下去 希望我们地方 大家都能想到说 我们地方的人 大家每一个人 都是像美人一样 爱我们的家乡 建英路在公路总局生活圈计划 全额补助一亿三千万 将建英路结完取值 被当地民众称赞为三星的高速公路 而之后更是争取到 建英大桥的新建工程 记者凌杰 凤林镇 蔡冯部导